你说义主能看得见吗 应该可以吧 若姐姐看见了 便知道我在外头一切安好 希望姐姐在里头 也能够平平安安的 也是 主跟义主心意相通 义主一定能看得见 我不能经常来看你 可是每隔十天 只要天气好 我便会在御花园里放一支风筝 让你知道我安好 飞高一点 姐姐就一定能看见 不算熟了 未经市场 不算熟了 义主 不算熟了 快點熟了 快點熟了 快点熟了 快點熟了 我快點熟了 好熟了 好可怕 快點熟了 快點熟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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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好 是 海贵人 臣妾 请皇上安 拿着风筝做什么 臣妾 臣妾瞧天气好 出来节节闷 你总是那么怕朕吗 没有 去冷宫见过她没有 你没去见她 就不像你的本性 臣妾去了 但进不得冷宫 可虽然没进去 臣妾也知道 里头冷冷清清的 什么都没有 这灵霄一活 这几只送去冷宫 也好多几分脆色 灵霄花膳攀圆 可以攀出冷宫 可姐姐却不行 这石花弄草 可分散些心思 也不那么怨对 皇上 姐姐绝不是心生怨恨之人 灵芸车 海贵然 请海贵然 快起来吧 叶欣 这回的东西不大多 除了衣物 一些干粮 还有就是这个 这是灵霄花枝啊 这插地就能活 很好种的 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啊 我们家乡很多这种花的 正巧了 这里边那主子 也找着花子呢 那倒好了 姐姐在里头种种花 散散心思 倒也不那么苦闷 可说是呢 对了 海贵人 这将来啊 您就别再送这干粮了 里边那主子啊 打得烙子换得钱 这吃事上还行 您放心吧 那好 那麻烦您了 没事 我先进去了 微臣一定会想办法进去的 您稍带一下 我进去给您拿点药 您可以带回去 行 齐太医 永连刚都为邪方爹 怎么孝正又犯了 回娘娘话 原先二二哥的孝正见好 可是入秋后天气难免反复 醉意触发孝正 二二哥是日夜读书招了两起 又见情绪紧绷 过而孝正发作了 皇后娘娘 邪方殿 怎可与您功力相比 从前是您悉心照顾 二二哥才见好了 是啊 娘娘 二二哥挪回邪方殿 照料二二哥的人 又比三二哥少了一半 不如 还是挪回长春宫 由您亲自照料吧 这可使不得 娘娘 二二哥病 现在越发地厉害了 在此之前千万不能裸动 否则的话 那只怕是 只怕什么 你可别吓着半空 娘娘 二二哥的病 怕寒气 怕晨许 若是能一路保得明天夏天 便大有转机 在此之前 必得小心再小心 都听其太医的 那臣去开药房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呀 刘永莲在身边 怕为了祖宗规矩 又纵坏了她 至于读书 本公也是见她身子好了些 才许她读的 可谁知道这孩子 有心补上落下的功课 便累着了 二哥也是知道您的期望 不想让您失望 娘娘别担心 不如一会儿 咱们就去安华殿 为二二哥焚香助导 二哥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 曹凰 七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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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今儿风这么大 就别放风筝了吧 少放一回也不打紧的 不行 天快冷了 再放最后一次吧 之后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是啊 皇后娘娘面色不佳 也得仔细着凤体 臣妾今夜会继续去安华殿 为二二哥诵经祈福 贵妃有心了 臣妾可不比嘉平 一心只顾着自己的肚子 二二哥都病成这样了 哪个贱病 还有心思放风筝 去瞧瞧是谁 也不知道姐姐看到了没有 这么高应该能看见了吧 主 主 皇后娘娘 拿着 请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安 海贵人安 二二哥病重 你竟然在这里欢天喜地地放风筝 你简直是全无心肝 皇后娘娘别生气 海贵人一向和冷宫里的乌拉那拉 是交好 她非要在这儿幸灾乐祸一下 放个风筝撒个花 您就游着她去 小人得志 能有多久 皇后娘娘 臣妾不知道二二哥病重 绝对不是故意在这里幸灾乐祸的 嫡子病重 你海贵人竟然不知道 还真是冷心冷肺啊 香囊 皇后娘娘 这是当年海贵人送给冷宫里那位 凑做一对的梅花香囊 海贵人对着香囊还真是日日待着呀 看来对冷宫里那位还真是情深 毫不关心咱们的二哥 你这么喜欢在御花园里放风筝 那就给本宫跪在这里尽心思过 皇后息怒 臣妾不是故意的 臣妾绝对不是故意的 这天气怕是要下雨了呢 那就正好 跪在这里足足两个时辰 等着大雨冲洗干净这肮脏心肠 女 mujer 娘娘 皇后娘娘当心 娘娘 别跟他制气 咱们顾着二个要紧 娘娘切无动气 你 姐姐 主 姐姐 主 姐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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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许跟着我 主 主 主 谁都不许跟着我 主 不许跟着我 主